这辈子你就记住啊 人呢终极一生 你就是搞自己 因为人生终极是你一个人过 丈夫很爱你 儿子很爱你 但是没有人能百分之百的动力 你是你自己最好的朋友 你是你最好的伙伴 你是你自己最好的闺蜜 你是你最好的灵魂的相伴者 我们一定要自我关爱 我们把所有的力量给到自己 一定要搞自己 搞自己的体型 搞自己的事业 搞自己的一切的一切 我的人生一定要赢一回 就是原来那个原生家庭很倒霉的自己 我那个自卑的胆怯的啥啥都失败的自己 别人戏弄我嘲笑我的自己 今天的我挥手跟他质疑 我跟过去的一切做告别 我这辈子不怨天不怨地 不怨老了不怨叔叔不怨大爷 我跟我自己做和解 我所有的经历我都用来搞自己 我撕心裂肺的涅槃了 重生了 心无旁路的 屏蔽掉一切负面声音的 我干了一件事 我在这件事情里 我获得了心流般的感觉 我慢慢地找回生活的掌控感 我慢慢地找回我对生活的信念 我慢慢地找回我的自信 我慢慢地找回属于我自己的大女主的故事 我们不能躺在原生家庭的各种弊端之上 庸庸懒懒地睡去 我们懒惰 挥韦自甘堕落 哎呀 行了算了吧 一辈子很快就过去 那你活该爱欺负 我们要站起来 我们要跑起来 我们要变起来 我们要动起来 我们要强起来 把欺负你的人甩在身后 就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 大家一定要明白 只要你自己强大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没人再敢搞你 然后你身边的人全都是强大的人 你的人生就走上了一个快车道 人呢 他都是木强的 你强大了之后 所有人都会跪舔你 有一个人他说啊 花甲之年才知道提升谁都不如提升自己 包括配偶和子女 当然 我实际上这辈子 我大白哥抢了我一套房 我老婆婆那么缺德 我爱人还犯过严重错误 我其实这一切都无所谓 我没有跟你纠缠 当然我起诉了你 法院判决在这里放着 这是国家法律 谁对谁错 一目了然 然后我没有跟你多搭理你 因为你不值得 你怎么能值得 那些黑粉 我起诉了好几个 起诉完了之后就拉倒了 你跟我认个错 你赔我的款都不会要 或者要了之后 我都给你捐掉 你认了错就拉倒了 我为啥要搭理你呢 你觉得你重要吗 你一点都不重要 我白瑞要把主要经历放在这个上面 那我就是个 我主要的经历在于往前跑 我们不跟烂人烂事多计较多纠缠 人生努力向前跑 跑远了之后你们是谁呀 小喳喳一个 你就是个小球球 根本就无所谓 你是谁呀 甩你十八条街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